歡迎光臨 高興舉杯慶祝 甚至總經理也來高歌一曲 人生斷斷幾個球 他不醉不罷休 東邊我的美人 那西邊黃河流 投保中心歡樂慶新年 因為截至2018年底 幫助投資人處理的 245件求償案件 申訴金額高達367億 投保到現在成立滿16年 這16年來 我們一共幫投資人 取得48億的和解金 另外透過強制執行 取得了4億 而去年申訴的指標性案件 就是這件 我們去年有一個 很重大的案子 取得地方法院申訴的判決 就是太平洋電信電纜 財報不實案 那這個案子 一審判決 被告要賠償投資人 70幾億元 而例如近期華營跳票10億 變成水餃股 雖然屬於個人投資行為 但投保中心該如何幫助投資人 我們要加強我們的團體訴訟 然後為投資人爭取更多的 這個和解的一個賠償款項 我想說今年度應該會看到 幾個比較大的一個案子的話 可能會有和解的一個成果 我們和解金額現在就拿到 去年底到48億 現在我們的網站就有掛有36個案子 其實還有很多投資人沒有來領 投保中心也提醒投資人 要更加注意自身權益 東森財經新聞 欣賞努博充台北報導 進入 南丁 感谢观看